柳如烟甩给我一张卡让我滚 他说这里有五十万 足够买下你这些年的付出了 我陪着柳如烟从职场小白到商界精英 花了整整五年 而他喜欢的 至始至终都是我的兄弟 离开公司后 我魂不守舍地过马路 被一辆失控的大货车撞死 再次醒来 我回到了大学时代 柳如烟正把一摞笔记丢在我面前 他命令道 纪博达帮我抄了 我将笔记扔回去 手断了吗 自己不会抄 当我说出这句话时 柳如烟愣在当场 看着眼前的女人 我唯一的想法就是狠狠扇她 就是她 哄骗我放弃宝延推敏资格 让我成为她的踏脚师 大学刚毕业 我就陪着柳如烟创业 五年后 她摇身一变 成为行业新贵 而我熬出了一身病 本以为我能苦尽甘来 没想到 等待我的是柳如烟的出轨和背叛 想来是我死之前太不甘心 老天爷竟给了我重来一次的机会 我不想再面对柳如烟那张 让我反胃的脸 我快速地收拾自己的书本和文具 打算离开教室 直到此刻 我还不敢相信 自己真的重生了 我背起背囊就要走 柳如烟却在我背后吃小 这次又换新把戏了 你不抄 大把男孩排着队帮我抄 我没搭理她 走出两步后 又听柳如烟的好姐妹调侃道 如烟 咱打个赌 看她能撑多久 另一姐妹马上接枪 我赌一晚上 一晚上 一个小时还差不多 他们正七嘴八舌说着 我没忍住回头讥讽道 柳如烟 你这种伏地魔 男孩躲你都来不及 别拿自己当香魔魔 柳如烟长相和头脑都不错 家里算小康水平 可她有个三岁的弟弟 这是很致命的缺陷 毕竟没几个男的 能忍受婚后要帮妻子养弟弟 当年我被冲昏头脑 才没看清这些事实 我这话正中柳如烟的痛点 她气得当场变脸 纪博达 你什么意思 我不以为我 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你家开一言堂的吗 只允许你和呼朋狗友 背后非一别人 我对她那几个姐妹火力全开 还有你们 闲出屁来了 拿别人打赌 当自己是赌什么 有着闲功夫 不如多看几本书 柳如烟和姐妹们脸上都挂不住了 但又不好当众跟我对喷 只阴阳怪气道 吃错药了吗 受这么大刺激 如烟都怪你 搞得人家阴爱生恨了 我懒得听她们掰扯 扭头离开 上辈子的我 满心满眼都是柳如烟 连带对她那群姐妹 也是爱屋即屋 她们逛街我拎包 她们吃饭我站坐 毕业后 她姐妹们喝大了 或者不方便开车 我都自动请应 给她们做车夫 她们表面上亲热地喊我大哥 背地里却嘲笑我是舔狗 最可恨的是 她们竟联合起来 包庇柳如烟出轨的事 在她们眼里 我就是个随叫随到的免费庸人 呸 这样没骨气又恋爱恼的我 连我自己都要脱气 我急匆匆地回到宿舍 梳洗更衣 我凝视着敬重的自己 鸡窝头 瘦肝吧 脸色暗沉 眼底还挂着俩黑眼圈 我从小就是个 没有情趣的书呆子 同年龄的男孩 都懂得做运动健身 穿衣搭配 我却只顾一头扎在学习里 丝毫不在意自己的外调 我本来也没打算 在校期间找对象的 喜欢上柳如烟 只因一段机缘 某年冬天 我去水房打热水 不慎被烫伤了手 柳如烟得之后 好心给我抽屉里 塞烫伤药药膏 从小到大 除了父母 几乎没有人会这样 无私地关心我 所以我动情了 我不顾旁人的目光 主动向柳如烟示好 他大概是抱着 不吃白不吃的心态 理所当然地接受我的付出 而我 为了一次仗义相助 赌上自己的青春 最后以生命作为代价 落得个满盘结束的下场 多可笑啊 从来一次 我绝对不会再走上被子的劳务 要改变命运 先从改变形象开始 我当机立断 上网下单了一批新衣服和鞋子 接着我抱了个健身班 也给自己制定了锻炼计划 我父母是双职工 我身为独生子 从来不缺零花钱 不过我家乡来 以勤俭为美德 父母从小教我看人 要看内在美 现在我和明白了 好刚要用在刀刃上 用钱来提升自己 并不可耻 我穿回来的时机不太好 正巧就在我拒绝保送资格后 我草草吃过饭 就往自习试赶 找了一圈 位置都被学生们 用矿泉水瓶和书本霸占了 我失望地往轮外走 差点撞上一名迎面走来的女生 我说了声抱歉 正要绕开她 对方却喊我 气泊答 我认出这声音 错愕回头 对上一张白净如玉的领带 来者竟是我青梅 顾念池 顾念池是我邻居 小学间中学同学 当年我俩一起高分 被工大录取 顾念池更牛 获得朔博连读的资格 他读软件工程 我读生物技术 自从他搬家后 我们碰面的机会就减少了 重遇故人 我心中五味杂陈 当年顾念池得知我拒绝保研资格 主动打电话劝我 我却恋爱脑上头 听不尽他的规劝 还怪他多管闲事 顾念池好说胆说都没能劝服我 气得再也不理我了 后来他出国读博 我俩也彻底断了联系 回想起来 顾念池真是太有预见性了 当时他就警告过我 为了女人放弃提升自己 有你后悔的那天 想不到一语成衬 眼下顾念池平没到 纪博达 教授说你不读言 这么好的机会 你为什么要放弃 我从回忆中拉回思绪 连忙解释道 是的 我就是一时头脑发热 觉得推免有点圣之步 希望能考自己的实力考上去 我这纯属古扯 可我只能想到这一个合理的解释 顾念池愣了愣 回过神 正色道 你真是爱逞强 推荐名额只有那几个 这也是对你实力的认可 我拼命点头 你说的对 所以我现在也有点后悔 不过你放心 只要我发奋图强 一定能凭自己的努力考上的 我说的真切 顾念池汉首道 这就对了 这才是我认识的纪博达 他看了看自习师的座位 问道 你找不到座位吗 我无奈道 嗯 来晚了 顾念池拿出手机 道 我同学占了位 我让他去别的地方 位置就腾给你了 这怎么好意思 那我下回请他吃饭吧 我客气一下便接受了 找到位置后 我与顾念池坐在一起学习 我不禁回忆起高中时期 我俩一起参加数学竞赛的场景 那时的我 比现在还瘦海黑 顾念池道一直都是美人黑子 中学开始 就有男生给他递情书 他总是一副巨人鱼千里之外的态度 感觉除了学习 没什么能引起他的兴趣 他实在太正派 我从来没对他产生过什么起念 我俩自习到宿舍关门前 才离开自习室 顾念池问 你明天还来吗 要不要我帮你站座位 好啊 如果你方便的话 我不忘感恩道 谢谢你同学把位置让给我 我明天请你们去湖上餐厅吃饭吧 湖上餐厅在本校算高档消费 一般只有小情侣才会往那里跑 顾念池摆手道 不用了 我们对吃的不讲究 明天中午 你要是去饭堂的时间早 就帮我们站张桌子吧 我们明天做实验 下课时间会比较晚 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我拍胸脯保证 隔天 我一下课就直奔饭堂 帮顾念池站了个靠窗户桌子 我把书本 水瓶摆在桌面上 打算等顾念池和他同学过来 我再去打饭 我正低头给顾念池发信息 柳如烟和他的姐妹团朝我走来 他姐妹之一的高云调谈道 我就说嘛 博达同学还是惦记着咱们如烟的 我恶然抬手 柳如烟不可一世地哼了声 在我身旁的位置坐下 高云朝一名叫琉莉的女生伸手 一晚上 我赢了 给钱吧 琉莉嘟弄着掏钱 还是你眼光毒 我旋即反应过来 难道他们以为 这座位是我替他们找的 我羞怒交加 但也怨不得人家 过去两年 我经常干这种热脸贴冷灶的事 他们会误会 也是人之常情 我只好忍着气解释 不好意思 这座位是我帮朋友站的 还有很多空位 麻烦你们挪动玉部 坐别的位置好吗 高云等人当我的话 是耳旁风 他们污渍坐下 琉莉扇了扇风道 这位置不错 挺凉快 高云也遇到 博达同学 你就别嘴硬了 你对如烟的心意 我们都懂 琉莉起哄 如烟昨晚辗转反侧睡不好 还以为你真嫌弃他了呢 柳如烟羞脑道 闭嘴 我眼见他们把我的书本 和水瓶全拨到一边 我急眼道 座位真不是给你们的 我朋友马上就到了 请你们离开 柳如烟不以为意道 不是给我们 你还要给谁 他自顾自命令道 帮我拿粉沙拉 其他菜你看着办 你知道我爱吃什么 他说完 把饭卡扔在我跟前 我看到那张卡 不欺然想起上辈子 他甩银行卡 跟我分手的场景 前世出轨扎女的脸庞 和现在的柳如烟 重叠在一起 我心中的怒火 再也压抑不住 抓起书本狠狠砸桌面上 怒吼 都说了不是帮你们留的 是不是听不懂人话 这动静很快 引来旁人的侧目 高云和郭丽尬主 柳如烟被我抹了面子 火气也上来了 他猝起眉心 斥责道 纪博达 你差不多得了 一个大男人这么爱记仇 我都让不了 你别蹬鼻子上脸 我正要说话 身后传来顾念池的声音 博达 怎么了 我飞快转身 顾念池与两名女同学 朝我们走来 双方人马好奇地打量对方 我被夹在中间 有点不知所措 柳如烟见了顾念池 瞬间变脸 他咬牙切齿问我 纪博达 你最好解释一下 听他这语气 好像我做了什么 对不起他的事是的 简直啼笑皆非 不等我开口 顾念池落落大方道 软件工程系十七件 顾念池 初次见面 高云和郭丽则舌 高云 顾念池 那个论文上了 国际杂志的学霸 郭丽 是不是科研项目 拉了五百万赞助那个 顾念池美名在外 原本气焰嚣张的柳如烟 在他跟前顿时矮了一劫 柳如烟继续瞪我 你俩认识 我邻居 我严谨一概说完 满怀歉意地冲顾念池 和他同学道 抱歉 作为被其他人霸占了 我还是请你们去胡上餐厅吧 顾念池的同学大度地表示 没事 在哪吃都一样 同学不用破费 我们有个位置做就成 我不想继续在这吃饭了 免得受柳如烟和他姐妹的窝囊起 我动手收拾桌面上的东西 顾念池自然而然地帮我把书落起来 放进我包里 柳如烟一直凶巴巴地缩着我们 仿佛要在我身上戳出两个洞来 我一个眼神都懒得给他 与顾念池一行离开 来到餐厅 我客气地让他们点菜 还表示要请客 顾念池道 你不用见外 我一饿 认识顾念池多年 他从未关心过我的感情生活 许是我沉默的时间过久 他不自在道 你要是不想说 可以不说 我赶忙解释 不是不是 不是女朋友 只是他以前帮过我 我还他的恩情吧 柳如烟对我的那点小恩惠 我这两年来为他安钱马后 早该还清了 以后我再也不欠他什么 顾念池听完 未知可否得嗡了声 这一夜就此结果 自从发生了饭堂的事 我与柳如烟算是彻底呆了 尽管我烦透了他 可他这辈子暂时 没对我做出实质性的伤害 我也无心找他复仇 面对自己讨厌的人和事 远离就是了 没必要纠缠 这天我健身结束回宿舍 一进门 就被设友依腾成拦住 依腾成 上辈子就是他插足 我和柳如烟的感情 依腾成与我不同班 毕业后 我顾念他是我设友 好心介绍他进柳如烟的公司 还与他促成好兄弟 结果他恩将仇报 与柳如烟一起被刺误 他在校期间 我皮笑肉不笑道 抱歉 我也有昨夜没完成 不方便帮你了 他没料到我会拒绝 愣了一秒才反应过来 软磨硬泡道 你就帮帮我吧 明天就要交了 我不想通宵做 你做熟练了 一下就能做完的 完成后我请你喝奶茶好不好 这种招数用在女人身上就算了 老子可不吃这一套 特别是见识过他前世那副嘴脸后 我对他更是深恶痛绝 我收起笑容 拌起脸来 一腾成 奶茶就不必了 做PPT没那么难 试一下就上手了 求人不如求己 你总不能以后都靠别人帮你吧 一腾成仿佛听不懂好赖话 执拗道 一个小忙而已 你以前不也帮过我吗 我考虑着要不要把话说得更直白些 一旁的室友小峰好心替我解围 一腾成 博达最近跟柳如烟吵架了 心情不太好 你就体谅体谅他吧 一腾成用震惊脸 什么 你跟柳如烟分手吗 你不是很喜欢他吗 我冷着脸的 我们没交往过 何来分手 我少不惊是罢了 我说完 静止曲喜欢衣物进浴室 一腾成还在跟小峰八卦 一腾成 他俩谁甩了谁 小峰 搞不懂 应该是博达鲜甩柳如烟的吧 一腾成 不是吧 真是瞧不出来 一腾成不再纠缠我 我也懒得解释 拿了衣服就进浴室 大四课程不紧张 学生们都开始找单位实习 待在学校的时间愈发减少 距离考研还有一个多月 我泡在自习室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当然 学习在紧张 我也没拉下锻炼 我底子不差 身高也够 增肌后整个精神器都不一样 加上适当穿搭后 我的颜值直线飙升 外在条件变好后 旁人对我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转变 走在路上时不时会有女生过来问联系方式 面子工程果然很重要 这天 我学习完 已经是晚上九点半 秋末了 夜风萧瑟 我把顾念池送到宿舍后 独自沿着孝道往回走 我拢了拢外套 一旁树林里陡然窜出个人 我一惊 定睛看去 竟是多日不见的柳如烟 柳如烟穿着白褶裙 露出两条笔直雪白的大腿 看来 她是特意埋伏在此堵我的 我不想与她有所交集 绕开她就要走 柳如烟扯住我的袖子 娇称道 你别走吗 我有话问你 我拉长了脸 冷声道 说 柳如烟哼了一声 你怎么变了个人似的 对我这么不耐烦 我不耐烦道 讲重点 柳如烟自顾自说 不过你现在这样挺有个性的 比以前那副木讷的样子有趣多了 模样也变好看了 怎么突然开窍了 她说归说 还抱着我的胳膊摇晃撒娇 我厌恶的情绪已到爆发的边缘 我抽出手 咬牙道 你没要挺适的话 我先走了 柳如烟再度拦住我的去路 她傲娇道 好了 这阵子我想清楚了 其实你没啥不好的 我以前对你太冷漠了 不该这么没名没分地掉着 柳如烟张开双臂 高声宣布 纪博达 我们正式交往吧 以后你就是我柳如烟的男朋友了 怎样 开心了吗 此刻我的沉默震耳欲聋 做她男朋友 开心了吗 不是 到底是谁给柳如烟自信的 我用看白痴的眼神瞅着她 费了好大劲才憋出一句话 不用了 我对做你的男朋友不感兴趣 我以为自己拒绝的够明确了 柳如烟却油烟不尽 她继续沉浸在自己的角色中 念叨叨 好了 还没消气吗 我承认 最近你对我不理不睬 我还挺受伤的 高云他们说我就是犯贱 以前你对我掏心挖肺 我不懂珍惜 现在终于知道后悔了 这是你整治我的手段 我也认了 跟她简直没法沟通 我懒得废话 扔下一句 有病 我绕开她大步往前走 柳如烟却追了上来 不依不饶地扯住我 这回我不跟她客气了 直接粗鲁地甩开她 起开 别碰我 她还以为我在跟她调情 居然张开手臂从后抱住我 博达 别闹了 我们和好吧 她贴在我背后磨层 我鸡皮疙瘩都要掉满地了 我使劲掰开她的手 转身怒骂 柳如烟 撒手 别踏马碰我 柳如烟被我猴腿眼圈一热 她跺脚道 你干嘛对我这么凶啊 我得罪你了 这辈子她只是拿我当奴隶使用 我们之间倒没啥深仇大恨 可我永远忘不了 她上辈子对我的伤害 我秉持着最后一丝理智 压下怒火道 柳如烟 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 结束了 听懂了吗 我不想闹得太难看 请不要再纠缠我 柳如烟继续眼泪攻势 委屈道 为什么 我哪里不好啊 你怎么说变心就变心 她简直不可理喻 我急得抓耳挠塞 这时 一道声音传来 伯达 你把东西拉我这儿了 我顺着声援看去 见顾念池朝我快步走来 她无视柳如烟震惊惊的眼神 牵了我便走 柳如烟在背后喊我 记伯达 站住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我头也不回道 我说得够清楚了 我与顾念池走出几步 柳如烟陡然冲上来 扯出顾念池外套的帽子 将他往后拽 顾念池险些摔倒 我大惊 一把推开柳如烟 同时扶住顾念池 我从柳如烟喝吃 你做什么 别动手 柳如烟撒泼道 难怪敌我不理不睬 原来你劈腿了 记伯达你这渣男 好大一个屎盘子扣我头上 我把顾念池拉到身后 厌恶道 柳如烟 麻烦你搞清楚 我俩从来没交往过 我批哪门子的头 我跟谁在一起都与你无关 柳如烟哪里听得进去 他只顾指着顾念池骂 你个狐狸精 敢抢我的男人 我要发到校园论坛里去 顾念池冷笑 请注意你的用词 博达从来就不是你的所有物 他已经明确拒绝你 还有 你尽管发 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柳如烟恼羞成怒 扑过来打顾念池 我挡在中间也没能拦得住 柳如烟泼泼腹上身 对着顾念池又抓又踢 顾念池素来文静内敛 哪里见过这种架势 我怕他受伤 意识情急 狠近把柳如烟散开 柳如烟没站稳 一屁股坐在地上 他叫我护着顾念池 顿时声泪俱下 你打我 你为了别的女人打我 纪伯达 你这负心汉 我没来得及说什么 不远处传来人生 怎么了 谁在哭 打架了 我瞬间回神 柳如烟不要脸变霸了 顾念池是公大学霸 不能影响他良好的形象 我扯住顾念池飞奔 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柳如烟在我身后哭脚 纪伯达 你给我站住 你算什么男人 我理他才怪了 我脚下生风 拉着顾念池来到校内的药店 我松开他 两人都跑得气喘吁吁 灯光之下 我发现顾念池的手 被抓出了几道歇口子 就连脖子也破了点皮 柳如烟那边破 我心痛不已 安顿他做好后 我跑去药房买来点符 酒精 窗可贴等 我从药店出来时 顾念池正坐在凳子上 小口地喝着矿泉水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 顾念池侧脸的五官的线条 堪称完美 她的睫毛浓密卷翘 在眼底投影下一片暗影 唇不点而珠 眉不描而沫 这小妞 长大后愈发勾人吗 我将脑中不合适宜的想法 驱逐出去 保持平常心地 坐到她身旁 顾念池见我提了一堆 瓶瓶罐罐出来 诗笑道 我这伤不打紧 过几天就好了 不用处理 这不行 我一本正经道 顾学霸是咱公大的门面 你的脸代表着全体师生的脸面 怎么可以敷衍了事 她扑斥一笑 你这嘴越发贫乱 她笑起来宛如春雪出容 我生出一股怦然心动的感觉 未免自己沦陷 我忙打岔 磨点点符霸 消消毒也好 谁知道柳如烟的手干不干净 我用棉签站点符 为她涂抹伤口 顾念池磨光深邃地望着我 我如坐针毡 只能心虚地回避她的视线 未及 她问我 你以前是不是喜欢过她 灵魂拷问啊这是 我不好撒谎糊弄她 只好羞耻地承认 是喜欢过 但就是一时糊涂 人嘛 总有看走眼的时候 顾念池抛出一串问题 你说她以前帮过你 她到底帮了你什么忙 让你这么感动 换作旁人这般逼问 我早就翻脸了 然而 从顾念池口中问出来 我不但不反感 还想赶紧向她谈着 我将柳如烟帮过我的事 151时的交代了 两年前 我到水房打热水 因为不熟悉水龙头的操作 被热水烫伤手背 我急忙跑去医务室 正巧校医外出了 而柳如烟在场 她叫我被烫伤 好心告诉我用冷水冲洗伤口 可以舒缓疼痛 校医回来后 给我做了紧急处理 还建议我买一种 含中药成分的烫伤药 我在学校药房没找到 只好上网买 隔天 我回到教室 抽屉里竟放着两盒药膏 于是我便对柳如烟 生出了感激之情 回到当下 我羞愧地告知顾念池 那时我就感觉她这人很好 对我一个不熟悉的同学 能如此关怀 为了报答她 我开始主动跟她示好 后来我才发现 她不过是金玉其外 你等等 顾念池脸色不太对劲 她打断我道 你是说柳如烟帮你买烫伤药 我恶然 啊 对啊 她跟我同班 校医让我买药时 她也听到了 顾念池语气一沉 那两盒药 是我给你买的 我大脑里轰然一响 化作一片空白 我呆滞了几秒 才缓过进来 药膏是顾念池买给我的 不是柳如烟 我话都说不完整 你 是 是你买的 苍天那大地啊 这些年以来的情爱与时光 终究是错缚了 我此刻的心情 不足以用震惊来形容 顾念池无奈苦笑 两年前你去买药时我也在 听说你烫伤了手 买不到药 我当晚就跑到校外买了回来 我和尚快要脱臼的下巴 这 这么说 是你把药膏放在我抽屉里的 顾念池懊恼道 是啊 我去的时候你不在 我本想着做好事不留名 想不到被别人占了皮 我悔不当初的垂脑袋 不 是我太蠢了 我这脑子 我居然问都不问 就以为是柳如烟给我送药 是我一厢情愿 对号入座 上辈子的我 居然到死都不知道真相 真是悲哀 幸好老天爷让我重来一次 顾念池半开玩笑道 你这两年都报答错人了 你要怎样补偿我 我正著 傻傻地冒出个阴结 啊 我与顾念池朝四目相投 我再次迷失在他宛如深谈的眼眸里 他舔了舔唇 朝我缓缓靠近 我紧张地平住呼吸 周遭的一切仿佛被消音一般 我只听到自己不断加速的心跳 砰 一旁的路人不慎撞倒椅子 据想让我俩插那间回神 我挪开视线 刚大的低下头 顾念池也局促地咳嗽一下 他打破成末道 你很快就要考试了 等你考完 我在找你讨要补偿 大家都是成年人 我也活两辈子 顾念池在暗示什么 懂得都懂 只是 我没想到他这样有言有才的人 能瞧得上我 现在我是变帅了 可顾念池在我还戏狗时 就愿意对我释放好你 由此证明 他并非以貌取人的肤浅之恩 这点才是罪叫我动容的 我抬起头面对他 允诺道 好 你等我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 顾念池牵着我起身 护送我回宿舍 走在路上 我才想起自己忘了问他 对了 我什么东西落你那里了 顾念池拿出个 逢考必过的护身符 道 这个 刚才忘记给你了 我失效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迷信了 他正经八百道 这不是迷信 这是吸引力法则和量子纠缠 信念的磁场能影响人的运长 我忙赔不是 对对 是我狭隘了 我接过护身符 心里暖暖的 大学霸竟然帮我去庙里求护身符 我要是这都考不过 就实在无颜见江东父老了 我站起来道 我送你回去吧 顾念池玩具 不用了 这边离我宿舍很近 这么晚了 你一个女孩子自己回去不安全 我正依依不舍地与顾念池逆歪着 身后传来杀风景的呼喊 我答 我与顾念池回首看去 伊藤诚站在不远处 他一身酷帅打扮 挂满叮铃当当的首饰 看样子刚从外面泡扒回来 我对他摆不出什么好脸色 只假印象 伊藤诚 这妖巧啊 我低声告诉顾念池 这是我摄影 伊藤诚跑过来亲热地搭我肩膀 我不落痕迹地挪开 伊藤诚自来熟地调侃我们 我答 这么快就交心女朋友了 效率很高 他这些用语让我反感 好像我是什么喜心厌旧的人 但又不好捉自演纠正他 我耐着性子道 这是我高中同学顾念池 伊藤诚夸张地无嘴 哇 你就是软件工程的戏花 顾念池吗 听说还是学霸来着 我还是头一回见到这么漂亮的学霸 顾念池态度冷漠到 获奖了 他转向我 语气显然柔和不少 我先走了 你早点休息 我点头 好 路上小心 到了给我电话 伊藤诚继续热情地与顾念池挥手道比 我与伊藤诚往宿舍搂走 他缠着我问长问短 你跟顾念池没有交往吗 这么没你都看不上啊 对了 他有男朋友吗 他喜欢什么类型的 他越问越不对劲 我防备反问 你打听这些做什么 你不是有女朋友了吗 伊藤诚耸肩 满不在乎的 玩腻了 分手了 伊藤诚跟你有分手吗 没眼下的人都看出我跟顾念池关系暧昧 伊藤诚还真敢提要求 前世的他 好歹还懂得掩饰一下 兴许他没有掩饰 是我太傻看不透 我心中不爽 不留情面倒 不好意思 我对做媒婆不感兴趣 你要是喜欢 可以自己去追 我说吧 也不管他什么反应 头也不回地走嘛 考研将近 我没时间去考虑这些烦心事 奈何 给我制造烦恼的却不止伊藤诚一个 隔天 我带着耳机在教室里做戏题 柳如烟进门了 我对他视若无睹 柳如烟从我座位经过时 将一瓶温牛奶搁在我面前 我皱眉 拿起牛奶还给他 我不喝 他强硬的 喝了 我在怀里五热才给你的 他说的好像我该为此感动流涕式的 旁边的同学听了 开始狼嚎起哄 我无情地把牛奶放回他桌面上 冷声道 我乳糖不耐受 喝不了 四周的嚎叫戛然而止 柳如烟仿佛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他呆滞问道 你乳糖不耐受 我怎么不知道 我自嘲冷亨 别说这辈子了 前世我与柳如烟正式交往后 朝夕相对五年 他都没注意到我喝不了牛奶 由此可见 我在他心里有多少分量 你现在知道了 我说完 把耳机的音量调高 柳如烟碰了一鼻子灰 稍微消停了一阵 然而 接下来的日子 他开启越挫越勇模式 变着花样给我先殷勤 每天送早餐是基本操作 他居然还给我做手工语 这种小恩惠已经感动不了我了 我忙着备考 没心思应付他 他给我的东西我全都送回去 不占他一分钱品 一个月后 我从考场出来 觉得浑身轻松 尽管距离成绩公固还有两个月 但我信心十足 十拿九稳 考完试后 我本想约顾念池吃饭 感谢他这阵子给我做陪读 我社友们却闹着要聚餐 下半年就要毕业 大家各分前程 不知何时才能相见 我不好拒绝 便答应了 平时很少参加聚会的一腾城 今天竟也破天荒地出息了 我们选了校外不远的一家火锅店吃饭 期间我收到顾念池的信息 他让我回校后告诉他 他有话跟我说 难道是要和我确认关系了 我紧张得食不下咽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造型 今天为了考试 我穿得比较休闲 一整天下来 脸也有顾乎的 我低头绣了绣 衣服上还沾了火锅底料的气味 既然要与顾念池正式交往 今天将会是很有意义的日子 我得郑重对待这次的会面 我催着社友们快点吃 想着吃完回宿舍 洗个澡换身衣服 我要帅气十足地去见顾念池 几名社友眼神古怪 小峰取笑我 你急什么 是不是还有约 我直白道 对 我们快点吃了就回去吧 他们倒没有意义 抓紧吃完便走 我们往宿舍楼走 大老远就听见前面闹哄哄的 宿舍外围了不少人 个个都举着手机在拍摄 不知道在看什么热闹 我怕顾念池等急了 一心想着赶忙回去梳洗 我快步走在前头 想着绕开人群进门 人堆里不知道谁喊了一声 如烟 她来了 我认出这声音 是柳如烟的姐妹高云 不等我反应过来 人们陡然往两旁分开 让出一条路来 距离我五十多米的地面上 出现一个由电子蜡烛组成的巨大爱心 爱心周围还撒满红色玫瑰花瓣 绑着彩色气球 柳如烟站在爱心中间 手里抱着一束缠满彩色小灯泡的花 她深情款款地望着我 一步一步朝我走来 我倒吸一口气 顿时头皮发麻 活学大师曾老说过 如果一个人当众跟你喊我爱你 那他等于告诉你 我是个最不要脸的人 然而很多小男生都会被这把戏感动 柳如烟这一出当众表白 无异于把我架在火上口 眼看柳如烟向我而来 周围的人在齐声呐喊 在一起 在一起 我第一反应是掉头便跑 然而 我的退路也被堵死了 一腾成和我的摄友们全站在我背后看戏 形成一道铜墙铁壁 瞧他们这反应 看来早已知情 搞不好他们是与柳如烟联合起来 要给我惊喜 柳如烟的目光将我锁定 我和他之间的距离只剩无你 我不能顺着他的剧本走 我必须破绝 我心如伦状 集中生智 我猛然拽过一腾成 将他使劲往前一推 一腾成猝不及防 一头撞到柳如烟身上 柳如烟被砸得往后摔 两人倒在地上 抱成一团 我一面鼓掌一面高喊 在一起 在一起 柳如烟傻眼 一腾成也愣了 吃瓜群众根本不知道 柳如烟要表白的人是谁 在旁人看来 我不过是推了好友一把 促成他的姻缘 大伙自然而然就跟着鼓掌喝彩 在一起的呼喊声响彻天际 柳如烟气急败坏 张口喊我 气博大 他的叫声被欢呼声淹没 我趁乱混进人群 我挤开人群退到外围 拔腿黄奔 生怕走慢一步就会洋入虎口 我跑到远离宿舍的小公园 靠在树上喘气 好险 我俯着剧烈跳动的心脏 我逐渐平静下来 不由地为自己的灵威不乱点赞 把一腾成推出去挡枪 实在太明智了 反正柳如烟早晚都会跟他搞在一起 我不过是成人之美 而且一腾成居然还肖想顾念池 我怎么可能给他机会 我承认自己有私心 这招一箭双雕 一下子解决了我两个心头之患 正想着 口袋里的手机响了 竟是顾念池打来的 我慌忙接听 喂 念池 柳如烟跟你表白了 他劈头就问 柳如烟整出这么大动静 连顾念池都收到消息了 我赶紧解释 没有没有 他跟我设友一腾成表白呢 就你上回见过那个 一腾成 不是你吗 不是我 对了 你在哪里 我来找你 顾念池放轻语调 我在湖上餐厅外面的公园 我立即赶过去 我原本紧张又期待的心情 被柳如烟给冒霉了 还有 我竟然没换帅气的衣服 就这么灰头土脸的来见顾念池 真是可恶 我正在心底咒骂 顾念池目光如巨望着我 问道 柳如烟和一腾成是怎么回事 我立时压下心里的力气 我知道瞒不过他 只好坦白从宽 柳如烟原本是要跟我表白 一大群人为官 我进退两难 为了脱身 只好把一腾成推出去 把一腾成推出去 是啊 他俩当众下不来台 自然就不会纠缠我了 我卖乖道 我是不是很机智 顾念池吃味的论 你真的放下他了 我看了表白现场的照片 他还挺用心的 你一点也没动摇吗 我唾气道 那种把戏 轰轰无知少年就算了 我才不会上他 况且我现在一丁点都不喜欢他 看了他就反感 顾念池这才勾纯浅笑 他握起我的手 真挚地问 我答 那你愿意和我结婚吗 我愿意 我达到一半 等等 结婚 我瞠目接舌 以为自己的听力出了问题 顾念池前程道 我答 我不懂什么仪式感 也不想把私事招告天下 我就想得到你明确的答复 你愿意和我结婚 做我的丈夫吗 苍天那大弟啊 我以为他是要先跟我谈恋爱 会不会太早啊 顾念池头头是道地表示 我们认识超过十年了 对双方的人品和家庭情况都很清楚 现在也到了合法结婚的年龄 既然是奔着共度一生去的 我俩结婚只是时间问题 以后的科研项目会让我很忙碌 以读研究生也忙 我们恐怕无法像一般恋人那样相助 所以我认为 直接结婚 以合法夫妻的关系在一起 是最合适的 我晕头转向 被他的三寸不乱之舍给说服了 行吧 你话多你有礼 我果断的 求婚这种事本该我来的 尽管有点突然 不过我也认定你了 结婚就结婚吧 我相信你的判断 顾念池浅笑 投入我怀中 没有蜡烛也没有鲜花 更没有一群不搭嘎的围观者 就是这样普世无华的求婚 却让我内心无比踏实 这一晚 很多人的命运轨迹被感应 我与顾念池打算放寒假回去 就扯正登记 双方父母得之后 除了感觉太突然以外 都表示很赞同 至于伊藤城和柳无焉 这俩都是好面子爱出风头的人 被这么多人目睹表白 自是骑虎难下 两人干脆将错就错 真的开始交往了 有时我们似的在校园里碰见了 都把对方当空气 我完成研究生学业后 又跟着顾念池出国深造 与大学同学的联系也变少了 三年后 顾念池已经是大名鼎鼎的顾博士 国内武士强的科技公司 早已将他耐入归下 我也被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聘请 成为研发工程师 定下工作后 顾念池还需要处理一些事物 柳如烟也来了 听说他两年前和伊藤城结婚了 与他的那段过往 早已成为陈锋的记忆 我见到他后 心中并未激起半分波澜 我李树周全的与老同学们寒暄问候 坐在与柳如烟隔了四个人的位置上 自打我进门来 他便毫不掩饰地直勾勾盯着我瞧 柳如烟而今就职与某外企 算是中层小领导 前世这个时候 我已经陪他创业五年 让他成为身价国义的富婆 而今我们的人生轨迹 已经朝着截然不同的方向走 席间 同学们都对我说逢云讨好的话 都说我英年早婚娶对了人 我没飘飘然 一直保持着谦逊姿态 柳如烟表现得异常沉默 当年那个爱出风头的外相一人不复存在 吃到一半 包厢的门忽然被推开 一名男子闯了进来 我定神看去 这不是伊藤城吗 伊藤城的突然造访 让原本热络的场面一度冷却下来 柳如烟见他来了 骤然大骤其眉 他站起来问 你怎么来了 伊藤城没理他 只把眸光在人群中缩着 他很快便认出我来 他脸上先是闪过不愤 很快又换上一副续情假意的笑脸 博达 好久不见 我假装没看到他变脸 礼貌回应 好久不见 伊藤城 给我五年了吧 柳如烟不吃插嘴 不是让你在家等着吗 跑来做什么 伊藤城粗声粗气道 博达是我社友 我不能来瞧瞧吗 难道把我当外人了 小峰看了看我的脸色 赶忙出来打圆场 没有的是 是文瑞说你最近太忙 担心你劳累 这才没请你来 柳如烟的好姐们高云也出来获悉你 对啊对啊 这不是怕你累着吗 服务员 加个座 伊藤城理所当然地坐在柳如烟身边 柳如烟对他的厌烦显而易见 伊藤城挨着他 他却整个人都往反方向躲 我对他夫妻俩的暗潮汹涌不感兴趣 只管与旁人谈笑风声 伊藤城主动找我搭话 博达 你家顾博士呢 怎么没跟你一道回来 我 他还有事 过阵子才回国 伊藤城一有所指 你自己回来 顾博士也放心啊 你瞧你 比以前更帅气了 谁相信你已经结了婚了 我继续客套回答 谢谢 过奖了 你也没怎么变 其实我说的是违心话 尽管伊藤城西装革履 发型一丝不苟 可他眼神里的疲惫骗不了 看来他的婚后生活并不愉快 伊藤城夸了我两句 毫无预警地扭头问柳如烟 老婆 博达现在是海归高知 当年没追到他 你是不是特别后悔 被自己另一半这样当众 揭开窗疤 没有几个人能做得住 柳如烟请客变了脸色 怒道 你瞎说什么 不会说话就闭嘴 伊藤城不以为然 继续火上浇油 我想起来了 一开始是博达追的你 你瞧不上人家 后来博达跟顾博士好上了 你又跑去到天 他这是要拉我下水啊 柳如烟坐不住了 疼得站起来 抱歉 各位 我老公忙晕头了 精神有些错乱 大家不要受他的胡言乱影影响 你们慢慢吃 告辞了 柳如烟拽了伊藤城就走 两人的争吵声自门外传来 伊藤城 你心虚什么 我说的有错吗 柳如烟 住口 你不嫌丢人吗 伊藤城 我丢什么人 你自己不安于事 还敢说我 包厂内气氛凝固 一顿饭吃的不欢而散 事后 小峰悄悄跟我八卦 他俩的狗血大戏堪比连续剧 伊藤城家一开始瞧不上柳如烟 嫌弃他弟弟太小 工作也一般 伊藤城也是骑牛爪马的心态 一面跟柳如烟交往 同时还劈腿几个女儿 两人一直分分合合 直到两年前 柳如烟怀孕了 他拿着燕云单跑去伊藤城家要讨名分 伊藤城家很要面子 怕闹大了 他父母当即拍板 让两人赶紧结婚 结果你猜怎么着 婚礼前 伊藤城家发现孩子不是他的 柳如烟跟公司领导搞婚外情 不小心中招 对方不肯负责 他就找伊藤城当接盘侠 伊藤城肯定不干了 柳如烟却一口咬定 说孩子就是他的 两边争持不下 伊藤城家只好让他们去给胎儿做亲子鉴定 这还没完 做鉴定前 柳如烟不知怎地 摔了一跤 啪 孩子没了 我听得目瞪口呆 真是小说都不敢这么变 小枫继续口若悬河 这下死无对证了 柳如烟大月份流产 差点丢了半条命果 他家人闹到伊藤城公司和他家去 骂他负心汉 还说是他害柳如烟流产的 那阵子他俩正也领了 酒席也定了 伊藤城自己也不争气 投资失败负债累累 伊藤城家想着结了婚 好歹还有个人帮他分担欠款 只好吃了这哑巴亏 答应让柳如烟进门 柳如烟小场后身子一直不好 结婚两年也没怀上孩子 伊藤城欠了一屁股债 还喜欢打中脸充胖子 两人天天在家吵闹干假 有几回都闹到警察局去了 现在你回来了 还过得那么滋润 那两个人心态就崩了 所以今天才整这么一出 你可别往心里去 我听完来龙去迈 只能感叹 我不会被他们影响的 有时候人的际遇就是这么奇妙 一个小小的改变就会影响一声 我这是对自己上辈子 和这辈子截然相反的命运有感的法 小峰不知道这层内幕 只附和道 是啊 还好你当年没答应柳如烟吗 那时他跟你告白 还找我们全宿舍帮他打掩护 结果歪打正着 他跟伊藤城凑一起了 当时我们还觉得 伊藤城夺人所爱 退步后倒 现在回想起来 这日我如往常那样 一早便出门上班 时间上早 主干道上车辆并不多 我的车子正常行驶 前方突然出现一辆逆行而来的车子 那车子朝我的车头急冲而来 我前世死于车祸 看到这情景 当时出现应急反应 我眼前发黑 拼命打方向盘 但还是慢了一步 那车不但不刹车 还拼命加速 两辆车迎头撞上 砰 巨响震天 强大的惯性拽着我往前扑 还好安全气囊和安全带发挥了作用 我头昏目眩 捂着脑袋从安全气囊上爬起来 我的车子被对到了绿化带上 肇事车辆则是撞断了一棵树 前盖整个掀起 我惊魂未定 确定自己还活着后 我全身发颤地解开安全带 艰难的几下车 我靠在车身上 掏出手机拨打急救电话 却因过度紧张而屡屡按错号码 我正手忙脚乱 一旁传来开车门的声音 我扭头看去 一名满脸鲜血的男子从车上下来 他目光疯狂 手里还握着一把斧头 是一藤城 我心下一警 瞬息之间会议过来 一藤城是故意撞我的 他这是蓄谋杀呀 我力持镇定 飞快拨打报警电话 一藤城杀意滔天 动作迅猛地朝我过来 我惊险地侧身躲开他的斧头 我来不及跟警员解释 只大喊道 发生车祸了 有人要杀我 那头的人还想问清楚 我的手机已经跌落 我单手顶住一藤城的斧头手柄 与他抢夺起来 尽管一藤城受了伤 但恨意让他异常抗奋 他的力气比往常还要大几 我抢不到斧头 只好使劲把他撞开 附近经过的车纷纷停下 路人们见了状态癫狂的一藤城 都不敢靠近 有人冲我喊 快跑 我拔足狂奔 一藤城提着斧头在后头追 口中咆哮着 记博打 我要杀了你 杀了你 他形如恶鬼 十分害人 我跑了数十米 突然有人朝我扔来一根棒球棍 我迅速捡起 转身朝一藤城腿上抡去 我趁一藤城没站稳 朝他后背 胳膊 头部又是几棍 一藤城本就失血过多 来了我几棍后 手里的斧头终于掉落 此时 一名男子扛着灭火器跑来 他喊道 让开 我连忙闪身退开 男子拿起喷管 把里面的干粉字向一藤城 一藤城捂着连满地打滚 这时 越来越多建议勇为的人加入进来 他们举起扫把 军功缠等 把一藤城打趴下 一藤城被五花大绑 趴在地上等候发落 我遭遇车祸又险些被追杀 虎口脱险后 我颓然地坐在一旁 让医护人员检查身体 救护车和警车很快赶来 现场拉起了警戒线 警方检查了一藤城的车辆 一警员惊呼 车后香有血迹 众人围了过去 我也从救护车里好奇探头 警员打开后备箱 里面净掉出一名浑身是血的女子 围观的群众骇然失色 医护人员连忙过去确认 医生检查过后 告诉警方 确认死亡 具体死因还得让法医鉴定 我心情复杂 女子不是别人 正是柳如烟 经调查 一藤城与柳如烟在家发生口角 两人互殴的过程中 一藤城不慎杀死柳如烟 失手杀人后 一藤城第一时间并没有选择去报警 而是把仇恨转移到我身上 他觉得是我害惨了他 要不是当初我把他推到柳如烟身上 他就不会去对方 也就不会发生今天的一切 一藤城干脆破罐子破摔 他去车埋伏在我上班必经的路上 想跟我来个同归于尽 简直丧心病狂 事后 我与顾念池一同出席了柳如烟的追悼会 我望着他的黑白遗照 心中默默为他念了句网声众 一藤城是他选的 这条路也是他选的 天作孽有可为 自作孽不可活 谁也躲不过因果循环 一藤城过世杀人 故意杀人未遂等罪名成立 被判了无期徒刑 这两个伤害过我的人 最终因为自己的愚昧无知 付出了生命作为代价 而我与顾念池的生活也不上正轨 互相经营了一个温馨美好的小家